剛才大家那個 你們倆提到那個 強谷穿鞋的髮型 我覺得 哈山的 紅方選手 年齡27歲 身高168公分 體重61公斤 職業戰績十勝兩腹 擅長地面技術 擁有十年的古典式摔跤經驗 近身作戰殺傷力極強 與此同時總是以出人意料令人 教訣的高難度技術動作 強力降服對手堪稱力量與技巧 兼具的地面殺身 他就是綽號救贖者的中國勇士 鄭香亮 鄭香亮 當解說員介紹完這場戰鬥的一瞬間 全場沸騰了 非常搭 非常激動 我們的裁判是來自我們 有意比賽 大普查比武士的裁判 Dmitry 從髮型上來看 這位日本選手 長得非常像 WE當中藝政府 而且我覺得從髮型上來說 長谷川史的感覺 就跟他出場樂的那種感覺一樣 比較放課 他出場樂是著名放課金屬樂隊 紅大嬌的歌 感覺是整個人是比較放鬆的 親愛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正好 這裡是英雄老師 大風雲鎮的比賽現場 我是幾歲的王廷 我是何鵬 我是鄭漢 終日之戰一開始 這個就已經 已經兩個人就是感覺得氣氛 馬上就開始升溫了 是 謝謝 這個長谷川史他是柔道出身 實際上他是練柔道的 但是這個重要量是需要出身 而且長谷川史他拿過 DXFC的儲量級冠軍 DXFC是什麼比賽呢 和介紹一下好嗎 也是一個小比賽 但是我覺得長谷川史 他現在必須得當心對方的 後手的那種擺拳和勾拳 剛剛差點了 倒摔 長谷川防倒摔還不錯 而且他現在為了防對方拿後背 拼命把自己後背過 過橋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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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後背 長谷川史 拿後背 長谷川史明顯是來不及反應 來不及反應 現在鄭小亮的雙手 已經綁成安全帶了 但是他只勾了一個腳 另外一個腳是踩在圍身上的 踩法沒看見 看見的是不能那個踩圍身 圍身的 對 現在不踩了 現在不踩了 也踩不了 長谷川史你看破拔的 這個非常聰明 直接要轉過去跟對方面對面 他現在必須要轉過去跟對方面對面 被對手抓住頭 好 勾腿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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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腿摔可惜沒有成功被圍身打住了 勾腿摔 勾腿摔不得擔心對方拿後背 一個袈裟布 袈裟布不好 果然老河話音未落 快點兒拿後背 但鄭小亮反應很快 反應得非常快 而且鄭小亮抄了對方的頁下了 對方現在好像可以跟他面對面 有沒有那個線索呢 沒有這個計畫 他能做 現在那個鄭小亮的右腳出了圍身了 所以說被塞回去 兩人現在這個長谷川史 對方現在反過來把鄭小亮放在 西裝 西裝 對方不僅西裝 可惜已經沒有西裝的空間 兩個人當前 再向鄭下去抱腿摔 觀眾現在給鄭小亮加油 目前兩人用這個圍籃 這個比較多的 現在那個長谷川史 你看下壓甭抱摔的做得很好 跨往下壓 重心往下壓 我只要跨貼近地面 你是抄不了我腿的 你抄不了我腿 你就摔不了我 因為柔道實際上這個摔法 是沒有抄手摔的 對 柔道 現在柔道的摔法裡面 你手去碰對方腿就犯規了 對 因為是摔跤的這個摔法 是手可以用到腿 柔道摔法的話 還是得用自己的腿去控制 和勾對方的腿 就是說長谷川史 他的像防暴走那麼好 證明他除了柔道之外 反正是在往三點摔跤的 因為日本的摔跤 其實川史有種可能化在這裡 鄭小亮 現在對於成功川史來說 就是要推開距離 而鄭小亮就是要貼身 長谷川現在用了頭在頂了 不僅西裝 但是沒有西裝後面 好 側向移出來了 鄭小亮會防西裝扣掉了 躲過高掃 高掃 高掃亮 這一輪進攻啊 兩人現在目前來看 是戶沒有吃虧 戶沒吃虧 戶沒吃虧 現在比賽還有6分 6分37秒過去了 到近4分 還不到4分鐘 快到4分鐘了 剛才這一輪呢 用了圍繩路的比較多 現在熬嫂 熬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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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谷川史 綠頭髮那一刹那是 很容易被對方高掃的 對 對 是這樣的 這個小細節 對 所以王大方就說的 其實有道理 為什麼你把頭髮扎上呢 他扎上也容易散掉 這個長度 只有做地勾頭 才不會被散開 只要用橡皮筋 地面扎一滾馬就散開 鄭小亮推了 很漂亮 不僅要吸撞 不僅 吸撞鄭小亮 漂亮 鄭小亮是勾腿摔 變雙腿爆摔 穿他的摔跤攻擊非常好的 五點膠的攻擊 玩得真的非常漂亮 張古川史 現在被逼到了腳邊上 想 他剛才的做法呢 是用頭 給對方的頭 躲在現在鄭小亮也 變聰明了 把頭抵下來 現在張古川史 就沒法用頭來做這個動作了 鄭小亮下一步的計劃呢 應該是摔倒的 對方 在地面中腳砂 我們現在能不能 出動地實現這個目標 好 漂亮 這個要從那個角落 側向移動出來的技術動作不錯 但是他剛才的 對 他剛才是頂 就是 沒錯 就是不讓對手去 陳古川史的右手 扯不了 對方夜下的話 不可能出來 他右手不停 你看他沒有扯一下 你看他沒有扯一下 每次要出來 就被這條人再頂回去 王廷這是第一次解說這種 圍神的這種比賽 對不對 那是第一次 對 這個環境和比賽 就不太一樣 因為他四腳 其實反而仍然會 被推到腿內地去 像八角龍伍被繞圈 對腳人被繞圈 你看 他就用這種戰術 把對方頂到的這個牆邊上 然後就是用膝蓋 對方的地方 現在發生頂穿鎖 也沒有辦法 完全沒有辦法 做一個動作 心臟是大腿跟腹 很疼的 這個是非常疼的 王廷東在賽前跟我說 他說上次龔鎖 克他的肌幹手 他覺得非常難受 回去以後大腿全都腫了 好 有說得了意思 補合了之後繼續要暴摔 他覺得鄭小亮是沒有要 跟對方打戰力 他的戰力是為那個禁聲暴摔 和控制 這很難怪 因為常穿鎖的地展 比他高一點 西裝 因為鄭小亮剛才 頭的位置比較低 常穿鎖馬上西裝 常穿鎖拼命 不能讓對方 常穿鎖下 常穿鎖現在想要 從自己左側出來 可是鄭小亮在這樣 以重心下去來暴摔摔 常穿鎖馬上下壓 攀腿旁暴摔摔 我覺得常穿鎖 不應該願意去鋪緊西裝 你看他每次鋪緊西裝 都會被對方頂到那個角落和眉身 我估計是因為實在搶不到夜象了 他搶夜象能力應該是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近郎亮強的 現在來看 因為他是柔道出身 柔道出身跟摔跤出身 要比搶夜象 搶不過摔跤的 你說得好 如果要有人穿上衣服就不一樣了 對 穿上衣服的話可能就完全不一樣了 穿上衣服 全把手機飄了 這個角亮是不是長了點節奏出來了 有點感覺出來了 因為兩人現在僵持期間已經夠久了 比賽現在還剩下3分26秒 25秒 25秒 現在感覺是氣氛有點緊張 你猜到誰突然這一下子 就會出現什麼事情 好 三五團十 成功地把正小亮頂到了位角邊 開始復仇計劃 是 兩個人的這個站位是反轉過來 注意就勾腿 注意兩個人不想勾腿 不想勾腿呢 都在板下單路的活 對 因為誰被勾腿 或者抱腿的話就會被摔倒 好漂亮喔 漂亮喔 漂亮 防摔 這兩個人這次摔招大戰 這兩個人 你看這條兩人 非常迅速地抱單腿摔 然後長骨穿著 也非常迅速地下壓 彈腿防摔摔 你要插我腿 我就泡我下壓 腿向後向外展開 你就沒法抱我的腿 雙方分開了 而且我聽你發現那麼多 我現在只沒有人受傷 沒有人受傷 對 臉都很乾淨 這就是纏鬥的魅力 兩人你來我往很激烈 但是現在人其實一點傷都沒受 對 對 我最喜歡的部分 之前何老師應該也知道 我最喜歡就是地面纏鬥的部分 對 包括戰力纏鬥 這兩個人上演了一場 不是地面纏鬥吧 是摔跤大戰 符合 摔跤對柔道 中嫂被拍開了 中嫂被拍開了 中嫂 而且長谷川史剛才體能是有點 剛才都吐了一下腹齒 一般是背部亮跟不上 中嫂 中嫂 長谷川史現在這個 綠頭髮動作很平顯 加上很平衡 容易被對方迎擊 是 又是綠頭髮的動作 他那個綠頭髮動作 很像那個優勢選手 Benson Henderson Benson Henderson 對 對 對 現在是Belotor選手了 對吧 那張川史啊 他現在因為身高 比對方非常高 所以暫時因為這張 他占點兒便宜 他後手選應該是擊中了 而且陳古川史 犯了一個戰力的錯誤 就是他作為身高 B檔比對方都長的情況下 他出拳反而有低頭的這個習慣 這一般是B檔不行 沒錯 打出一拳或者是 怕對方融擊才會低頭 對 而且他這低頭低 就不是太好 這拳票了 這拳票了 而且他低頭很容易被對方接西座 中圖台但是沒進去 沒有 中圖台 有了空間 剛才那一下打擊特別重 那一下打擊 是 但是因為漢廟多重點還滑過去了 那個聲音特別大 好 現在張川史有雙眼下把位 Double Underhook 好 我們看到張古川史 接近要騎乘了 接近要騎乘了 接近要騎乘的動作 其實已經騎乘了 而且陳古川是怎麼處理的 你看他這個角度我們看著 這個角度看得不太清楚了 他是這樣他會把對方 就是還是整個人 忽在這方身上 對方的跨動 應該是騎乘了 這下應該是有 騎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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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下到騎乘了 好了 目前對這小孩非常被動 避免搭拳 這小孩現在防得很被動 這小孩現在防得有點被動了 回到中間 回到中間 然後還是騎乘位置 回到中間 應該暫停時間的 應該暫停時間的 對 應該暫停時間 小亮小亮 小亮沒時間了 應該是暫停 但是實際上這個 這個顯示沒跟上 應該是有在人工暫停 這肯定也有暫停 對 由於剛才開始 好 我們看到兩人騎乘大戰 還有10秒鐘最後 但是陳古川史沒有什麼 所以我們進行動作 騎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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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把這張翻下去 鄭小亮最後的那個 在騎乘的時候 挺危險的 軸已經打開了 那如果比如說 給陳古川史三分鐘 很難說 結果 陳小亮的左耳號 已經見紅了 就腳腳耳號 已經被打破了 是的 我們看一些數據 鄭小亮有效擊打次數 是7次 有效擊打是4次 蔡古川史58歲只有腳 有效擊打 那英雄馬 剛才老合說的 我再補充一下 它 我們首先看的是 有效擊打次數 我打個比方 這個人出了10拳 出了100拳 但是我10拳裡中了5拳 你100拳只中了1拳 對不起我贏 對 那如果10拳和100拳 都是1拳的話呢 那對不起那就是看誰多了 現在看的話 鄭小亮的拳出的 比蔡古川史少 但是有效擊打比蔡古川史多 所以目前從這個來看 鄭小亮占便宜 但是呢 我剛才說了這個不算 看誰先更接近於降服比 這個終結比賽 誰能更接近KO或TKO 就是雙方沒有分 沒有終結 裁判就看誰有做出 接近於KO和降服的這種動作 誰做出了嘗試終結比賽 如果這一方面 還分不出勝負的話 裁判就看誰對對方造成的破壞更大 比如說誰把對方打得搖搖欲墜 或者是明顯有出血 是的 然後這一籃還分不出勝負的話 裁判就比誰做出的有效攻擊動作多 誰出拳多 命中多 誰的那個爆摔次數多 誰的那個爆摔成功率更高 是的 貌似目前為止 國有比賽都打兩回合 這就是在英雄寶之前 是沒有見過的這個情況 是吧 就跟我第一場說的 前兩次英雄寶的第一場比賽 都是首回合分出勝負 首回合終結對手 是的 今天的那個開門紅 第一場就是第二回合終結的 對 接下來之前那兩場 都是打到第二回合判定 或者打到第二回合來終結比賽 對 觀眾希望我們現在觀眾最後 就打過了 就到底你們是 你們是更喜歡英雄寶 打到最後的 就已經突到最後的 還是吸吧 一擊被殺 然後回頭出賽 對 我想知道這些觀眾 咱們喜歡哪個 幫我們做反饋 我們雖然中馬 是非常在乎你們的感受 或者是說喜歡看終結的 你是喜歡看首回合 首對 終結還是那個 拉到最後一個回合 第二回合 類似於壓哨的去KO 和響出來終結對手 是的 這應該是何老師最喜歡的 對 中國隊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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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人怎麼來對 而且這個 對 怎麼代表中國隊 對 這可能是場下關 就會不太辛苦 我們場上關了 兩個人 二人繼續去拼上彈腿出來 漂亮 雙分踢 高掃 高掃 天啊 這兩個人是幹什麼 武力全開了 對 你看第一顆長盗沒受傷掉 就開始 就開始 火力全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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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那邊進攻 還是一樣的 兩方人 沒怎麼受傷 中嫂被剝了一下 好 躲開後手拳 躲開後手拳了 這個拳重的話 可能就是倒地了 哈山 哈姆山使得手太低了 手非常低 也許是對郭天鵬打的 我聽不到 好 踢到圍龍邊 還是老的套路 老套路 鄭小亮呢 他五點交出身 所以說先從上面開始打 那當這個長谷山使往下搶 你看哈 一搶的時候 他就馬上就往下走 先搶回 搶一賽把位 然後就往下走 去用下手拳的方式 往下走 轉過去 轉過去 一手飛 八十飛這張手 對 長谷山使現在就打法 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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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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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找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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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機會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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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常不知道的事情 有頭 有頭 一個好長 在什麼地方 角落 非常聰明的是 用自己頭頂去頂對方下巴 這樣的話 就可以把對方的頭頂開 頂開自己 就可以從那個 非常被動的角落的位置 可以抽來 好 往您左邊移動 那這個行 用前維持 那麼多角落 也是用往頭一次 到現在維持 沒有出那麼多這個現象 就在角落 剛來鄧小亮的戰術 就依賴於這個角落 往您左邊移動起來 不得對 好 又拿到孤警了 但是你後背 你屁股絕不出 是你的孤警沒有意義 你看 孤警雖然很好 但是你的屁股絕不出去 後面是圍藍 對 鄧小亮就往前頂 你這個孤警不站自破 左邊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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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啦 繼續 再來 兩人打到現在 我相信 我相信到後來也虧見紅了 因為現在還是一直在做纏鬥 對 再來 再來 我是怪不得有人說 這場量全傷很高 什麼全傷高呢 這場比賽打完了以後 也許他贏 我覺得他可能會贏 而且他不會受傷 這場比賽的話繼續打 中國隊又要加油了 對 推了一下右手機 鄧小亮一個人代表 一個中國隊 看看他能不能 負負大家的希望 一個贏得比賽 或者是配優都給外方 比賽到現在還剩下2分10秒 如果比賽繼續做下去 和鄧小亮一支星判定獲勝的 可能性很高 很高的 因為他把對方控制在神兵 和球隊的時間 明顯是對手控制他的時間 沒錯 而且呢 兩人還是 好的 我們看到 鄧小亮現在把鄧小亮 逼到神邊了 但現在比較成邊了 但現在只有1分45秒了 你現在這場都控制起來的話 就總數也十分量多 鄧小亮會不會最後爆發一個DPS 還是要固定 還是固定 但是他的固定已經沒有什麼效率 還可以 快中了這個車串 我們跟長谷川史 雖然你的個高 但是呢 戰力上非常便宜 反而被鄧小亮個上比較便宜了 又到了 又到了雷神邊 長谷川史在戰力控制距離這方面 還是應該欠缺一點 第一 他不能用那個 自己的身高臂長和腿長的優勢 控制對方 第二 他側向移動少了一點 可是你如果是正向移動的話 東方速度一快 壓進來 對方向前衝的速度 肯定比你後退的速度快 你肯定是沒有這個距離的優勢的 而且相對來說 他側向移動這方面過得沒有太好 所以說 每次就被對方給頂到那個角落 和那個圍繩邊的地方 還是又固定西撞 你看他固定都是 沒能造成很大的效益 沒能帶來很大的收益 對 這只是一個小騷擾 夠不成一個大的DPS 都夠不成太大的騷擾 對 我覺得都如果打擊都不算 有效打擊都不算 都不算這樣說 不用嚇 不用嚇 這有人說兩人打得很乾淨 對 你可以 換一個理解 可以這麼理解 沒有兩人打完以後 冰個雪刃 25秒見面了 你看每次成古川市的那個估計 不能帶來任何的 對他沒有任何的局面上的好處 是的 最後19秒 最後19秒了 看看兩人再次印象分了 給他們的各自 成古川市不壓哨 KO 成古川市不可能贏的 是的 是的 但是 還沒什麼都可能發生 最後10秒鐘 最後10秒鐘 5秒5秒鐘 比賽結束了 觀眾給朱鑫 首席文明星的話語 0分掌聲 觀眾很嗨 我們現在來看 鄭小亮是怎麼破對方 孤緊膝撞的 後退過程中 打上勾拳 雙飛踢 可惜沒中 中了有可能KO了 像跆拳道一樣的 對 這個雙飛踢 也是 我還是那句話 可能後面的軍專家 會把它剪進去 而且那個鄭小亮雙飛踢 這沒踢中 還加了一下那個出拳的動作 防止對方近身 對 等待 那是高全商 看看能不能像 何老師預判的這樣 蒼古川氏勝利 或者正想要讓勝利 或者蒼古川氏炮了勝利 誰知道 蒼古川氏憑他的控制時間 主動性 以及出拳數 命中數來說 基本上很難 不是說不可能 很難 可是何老師畢竟不是裁判 畢竟我們是裁判 對 其实MM场上经常有那种 很让人尴尬的这种判法 怎么会我赢了 赢了都觉得很奇怪 好 我们看哈 来看起来获胜者就跟着谁 三位裁判一致判定 一致判定 红方 郑晓亮获胜 恭喜郑晓亮 中国的勇士